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今天繼續我們的方舟進化重生啦,我們又回來了各位,今天這一集哈,老頭呢,一樣啊,是要來抓新的生物啊,老頭又裝了一個模組哦,其實這個模組已經很久了啦,裝了很久了,只是呢,啊,老頭都沒有去抓哦,哎,就是我們這個古巨龜的這個模組哦,那這個模組呢,跟我們之前上一集啊,那個角鼻龍以及就是 啊,就是那一隻什麼,孔二哦,哎,孔二的那一隻呢,啊,都一樣是同一個作者哦,然後這個尾巴看起來是一樣非常的有喜感哦,啊,這個作者應該是懶得改的吧,哎,真的是很有喜感耶,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哎呀,這個完全沒做好,不過看起來非常的特別,啊,讀書一格這樣子,啊,反正呢,今天抓這一隻古巨龜呢,啊,能力也算蠻強的,待會再來介紹哦,哎,他算是水中的一個坦克,啊,還蠻不錯, 那一定會有人非常好奇哦,為什麼老頭呢,這幾天的方舟,啊,這幾次的方舟呢,啊,都是要拍這個生物模組,啊,然後又要裝這些生物模組來拍哦,哎,其實最近老頭哦,比較忙哦,然後,加上家裡呢,啊,那個,家裡要施工哦,就是有些地方要改建我們的家那個,天花板啊,什麼的,要改建哦,需要呢,一點時間,啊, 啊,那這段時間呢,我必須要趕快屯片,所以呢,我沒有辦法就是,花更多的時間在錄製影片上哦,因為呢,啊,那個,我們這個工人呢,跑來我們家施工,我就沒有辦法拍片了嘛,所以說呢,時間被壓縮了,我只好呢,先拿幾個模組來墊一下,啊,讓大家呢,也是過過乾癮看,看一些新恐龍,啊,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啊,那之後呢,一切穩定下來哦,啊,老頭可能就會考慮去,呃,洞窟啊,或者是,考慮去抓一些官方原有的生物,啊,或者是,我們可以開始做,呃,更強力的裝備之類的哦,那個沒關係,我們都之後再慢慢來,現在目前的老頭就是,比較敢啦,啊,就是只能先這個樣子,好啦,那麼,就不多說了,我們先來,呃,取一下名字好了啊,我們上一集呢,呃,有觀眾,哦,應該是說我, 有問觀眾們,啊,這腳別人要取什麼名字哦,我看來看去呢,啊,大家都取得不錯,啊,非常的有才華,啊,然後呢,也很好笑,但是呢,唯一有一個讓我覺得非常好笑的就是,啊,就是這一個,我是覺得,哎,算是蠻風趣的啦,哎,他不能複製,哎,算了,不能複製,我直接打上去好了,啊,我決定要取這個名字,啊,這個名字呢,非常適合他,真的,哎,非常適合他, 啊,啊,這個名字就叫做,啊,前面再加個,說個笑話好了,哎,這一隻呢,啊,要價6500美金打造出來的,啊,結果呢,啊,也不怎麼強啦,哎,作者好像沒有打算把它做得很強很強,對啊,他的那個吸血能力,根本就是吸個寂寞啊,哎,有觀眾呢,有留言哦,他說這個, 腳鼻龍要,要有大量的吸血能力,必須要成群結隊,啊,全部都攻擊同一隻,啊,才有可能吸取大量的血量啊,不然單瓶一隻是沒辦法,啊,毀你的血的,啊,這感覺設計還有點怪怪的,啊,感覺好像不是很好用啊,所以呢,我就取這個名字,啊,說個笑話,啊,6500美金,還真的是一個笑話,哎,真的很貴呢,這一隻就要6500, 哇,那我去學那個,做恐龍開發好了啊,啊,學一學,一隻南方巨獸龍改版的,魔改南方巨獸龍,啊,老頭就出個一萬二好了,要,要嘛,你出一萬二,要嘛,你不要拉倒,哈哈哈哈,是不是,那我們接下來呢,啊,來去抓一下這個,叫做古巨龜的生物吼,其實不難抓啦,哎,不難抓,啊,他的飼料呢,應該是說他捕捉的這個,呃,巡浮的道具呢,啊, 是這個,生物毒素,然後呢,放在被動上面,就可以去巡浮了,啊,不過呢,我們先暫時,啊,先暫時不要給他放在身上好了,這個,快要壞掉了,我們先來做一下潛水服裝,啊,不是說做啦,啊,這是幹嘛,我們的那個,為什麼在挖地啊,他是在偷蛋是不是,啊,看來偷的還蠻多的,啊,不管,啊,我們那個潛水服裝呢,之前啊,壞的差不多了,吼,哎,我來看一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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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一下是不是壞的差不多了,我們要先稍微來修補一下了,啊,我們材料應該夠修補吧,對啊,看我這邊也壞了一個,啊,這個全部都把它修一修,OK,這樣子應該夠了,啊,因為我們抓古巨龜嗎,要去深海啊,不去深海怎麼抓呢,其實,其實他們有的時候會上岸啊,但是,啊,不見得每次都會看得到他上岸,哎,他大概, 啊,有九成的時間都在深海裡面,然後這個古巨龜的安我來看一下吼,好像是這個的樣子,應該是吧,製作古巨龜的安,好,我做起來了,我們接下來呢,可以直接出發了吼,我們先來鎖定一下,啊,對於順便跟各位講好了,呃,這個模組呢,啊,呃,這個顧,呃,這個 古巨龜呢,啊,他如果馴服之後呢,他好像過一段時間吼,哎,還是你去咬其他生物,好像會產出一個藻類,那個藻類呢,啊,他好像可以拿來作為補血用途,哎,待會呢,如果有弄到的話,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說明,啊,因為呢,我剛剛上網去查,還不太確定 他的人類是什麼,啊,但是,啊,他除了,他除了,可以拿來補血,啊,這個藻類除了可以拿來補血之外呢,他還可以做一個,啊,一個道具吼,這個道具,剛剛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我拉一下,啊,對,就是這個,他可以做,壽司,嘿嘿嘿,有沒有看到前面這個,啊,古巨龜的, 這個什麼ALGAE,這個要20個,然後玉米跟優子生魚肉,白色燃料,然後就可以做這個壽司,啊,這個壽司呢,他好像是可以,增加馴服的速度吧,就是,加比較多馴服質的樣子,好像給馴服的生物吃,然後呢,他增加馴服質就變高,啊,這個不曉得,哎,待會來試試看好了,好不好,我們待會來試試看, 不知道,有沒有效果啊,啊,那我們就先,把這個先學起來,待會,待會呢,可以來用看看,啊,又或者不要用,哎,因為其實,我覺得增加馴服質這個東西,啊,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啦,除非你是玩那個官方服,官方服有沒有,嘿,他那個倍率真的很低低到不行,才要用到這個,不然的話,基本上我們直接調倍率不就好了,對啊,我們直接調倍率就好,還需要吃這個,啊,不太需要吧,所以到時候再來看看, 看看啦,好不好,OK,那我們接下來呢,來去找一下古巨龜,啊,哎,我們這邊都已經有了嗎,我們帶生物毒素,我們找一隻等級4的好了,哎,沒有錯,他標記好遠哦,我看一下這個在哪裡,哇塞,這個也太遠了吧,哎,不是這個,哇,這個居然在這裡啊,有沒有要這麼遠, 好吧,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在哪裡,這個在這裡哦,好吧,就這裡好了,這裡剛好我們有傳送嘛,我們直接來這地方比較快啊,哎呀,就決定是那個地方了,好,我們去拿生物毒素,準備要走人了,啊,生物毒素不要壞掉哈,對,沒有錯,生物毒素別壞掉,我們走,褲子,挖鋪, 欸,我們沒有手套是不是啊,手套中那個,隨便啊,長這樣子,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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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裡為什麼要用草勒,啊,奇怪的傢伙,好,我們現在古巨龜很近嘛,但是呢,我們還是要稍微吼,用一下我們這個,鋸齒殺好了好不好,鋸齒殺,哎,攻擊力比較強, 哎,啊,我這隻為什麼血這麼淒慘啊,這是怎麼肥是,哇塞,他是受到什麼刺激,變成這個樣子嗎,幫他補一下血好了,會不會等一下葛屁啊,算了不管了,來,位置在哪,哦,在那裡,哎,怎麼那麼近啊,然後,這邊有龍王金,那旁邊一定是一堆福分啊,都不要理他,哎,不要理他, 直接掠過就好了啦,哦,看到了,看到了,然後他們是不會主動攻擊的啦,這個要吃四個生物毒素,為什麼他們都要吃四個生物毒素啊,那麼慢哦,那我去做上等飼料不就好了,哥去做上等飼料就好啦,還是我有做啊,因為我之前有做錯不是嗎,哎,我有上等飼料呢,上次做錯的,哈哈哈哈哈哈,我們可以抓這個九等的, 來給你吃,耶,一次就成功了,上等棒棒,好,趁現在,我要趕快離開這裡了,那個鯊魚會想要來弄我啊,哦,還好那個鯊魚不想弄我,他去咬那隻阿龜了,嘿嘿嘿,怎麼這麼的好笑啊,然後呢,我不知道我現在傳送的話,我們這些魚會不會死啊, 我還蠻好奇的,我們這個傳送模組,到底有沒有修正這個問題 嘿呀,有沒有修正這個問題啊 該不會 該不會等下傳了又全葛屁了吧 好吧 我看一下齁,我們把阿龜弄出來好了 阿龜,阿龜,你在哪 直接變成13級這樣,哎,怎麼是你啊 哈哈哈哈哈 我的烏龜耶 哇,怎麼是你 我的烏龜耶 哥哥,我的烏龜 especially 傳送門,你又搞事啦 哈哈哈哈 哇 啊 我明明很確定我是選這一隻啊 蛤 啊你終於出來了 哎呀 哎長這樣子 你看 古巨龜 長這個樣子 哎你好 要成為我的糧食嗎 那 我先給你放個安仙哈 哇 發生什麼事情 這誰啊 哎哎哎哎哎哎哎 兄弟 兄弟 行行好不要咬 對 負重了負重了 他咬不死我他咬不死我 我的血很多 點個負重 一尾活龍 還敢咬我 我是水中的坦克呢 我咬多少 我咬到82他咬我才3滴而已啊 不要笑死人了 一隻鯊魚咬不死我這古巨龜 你在開什麼玩笑 哈 你這巨尺殺我古巨龜 我們都是古代生物 你居然輸我 你是想要逃跑了是不是啊 快過來哦 我忍你很久了哦 哈 小廢屋 笑死了什麼鬼東西啊 哇 你看他衣服他以巡浮就3600的血哎 然後也可以點移動速度 移動速度按一下加4加加4% 哎算蠻多的哎 然後這個魚龍過來給我咬的啊 啊不要怪我無情啊我跟你講 然後呢我們這傢伙 哎 抗性很高哦 又不怕電哦 前面有一隻電慢有沒有 嗨你好 你看根本在抓癢癢啊 幹嘛 幹什麼 怕什麼啊 他剛剛不是很強 他不是很秋 你現在要去哪了 哎又來了是不是 哎 小廢屋 哎真的呢 好強哦 來送一個長矛 哎有了呢 有了呢 我來看一下他的說明是什麼 生長在古巨龜上的藻類 有營養的豐富的營養啊 大多野生草食動物都喜歡這個 所以他自己也可以吃 哎我有吃 可是我不知道有沒有補血 哎我現在在吃 哎好像有補補比較多是嗎 算了 不管了 哈哈 反正就是他會 啊 不定時產出藻類就對了 啊 產出藻類 可以拿來做壽司 然後看一下水母在哪裡哦 因為呢 據了解 他可以產出大量的 啊 大量的生物毒素 又不怕電 啊 多強 這麼的強 或許這附近就有水母了 安康魚 哇靠 這個全綠的安康魚看起來好可怕 搖 搖就跑是怎樣 後面又一隻安康魚 後面又一隻安康魚 喂這邊安康魚很多 怎麼每個咬咬都跑走啊 全部都是 都是小嫩嫩是不是 對啊 只敢團隊行動不敢單獨嗎 他死掉了 哎水母哎 哎 哇塞 水母殺手咬下去 咬下去八百多滴啊 然後水母拿超多 不是水母啦 我這個生物毒素一次拿那麼多 然後他肚子熱他會吃他會吃生物毒素啊 可以不要嗎 生物毒素我沒收好不好 我沒收 哎 然後我現在還有那個buff啊 哎 有餒 上面那個水母殺手 啊不對 這個是我吃的生物毒素增加攻擊力是不是啊 我吃的生物毒素我會增加攻擊力 這個維基百科裡面沒有講啊 而且油油的速度變好快哦 哇靠200多滴血這個太扯了 哇這個 這個生物毒素這麼的強大 啊 然後呢 他目前為止啊 只有左鍵咬擊嗎 按下空白鍵是往上右 按下C鍵是往下 他的能力就這個樣子 哎 你不要去幻想他會來個後空翻之類的 不會 他就是這樣 他只有三個三個動作 哎 他就是只有三個動作而已 然後我 我們我挺訝異的是 他吃水母 居然會加能力 我們現在快要結束了 我們等下再把生物毒素丟進去 看他吃是不是真的會加 還是說要攻擊水母 好不好 現在剩下3秒2秒 1秒 1秒好結束 丟一個 吃 他吃了之後反而沒有用哎 他把他吃掉 吃多一點 所以他並不是說吃生物毒素產生這個能力 他是去攻擊水母產生這個水母殺手的能力啦 啊 啊是這個樣子 剛好我們前面三百多公尺有一隻 哇 你看 有啦 buff buff起來了 哇 2168 我已經多久沒有看到這個數字了啊 哎 我真的多久沒有看到這個數字了 超久沒看到這個數字了 超強的 然後 重點是這個buff呢 我們對其他的生物也是很有用你知道嗎 我要點一動速度啊 油太慢了 都要這個buff對其他生物也是很有用哎 攻擊力也是很高啊 哎呀 三百多滴呢 之前原本咬五六十不是嗎 直接三百多 哎 前面又有水母了 哎 這個周圍有發亮光有沒有 這個 鐵釘就是水母 有沒有 水母有沒有在這邊 來 水母出來玩 好 對不起我錯了 我一直以為 你們這邊有水母 我的錯 好不好 哈哈 然後呢 我要把這個收走 不要再給他吃了 好了 上岸了 阿龜上岸 有沒有 這麼的大隻 移動速度有夠緩慢的 哎 好大哦 現在發現他體型大成這個樣子耶 哎 真的好大哦 這個跟 霸王龍的體型 有的比啦 好可怕哦 對啊 你能想像一下 我們以前的生物都是這麼大隻的嗎 然後前面那是怎麼回事 怎麼有一隻 飛在空中的 槍擊魚 啊 在空中非常的黑皮這樣子 啊 這個是快樂死亡死亡之舞嗎 跳起來這樣 然後就死在空中了這樣子 哈哈 也太好笑了吧 哎 還算不錯 啊 啊不知道為什麼他有點翻白 對啊 哎呀 烏龜都這樣子嗎 都是翻白的嗎 還是剛好抓這一隻 他的皮膚是白色啊 應該是剛好抓這一隻皮膚是白色吧 對啊 好啦 那這就是我們的古巨龜哦 希望大家會喜歡哦 那一樣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啊 別忘記按下喜歡哦 讓喜歡達到一千以上 好不好 一千以上老頭就會更努力的拍方舟影片給各位看 那麼最近的老頭哦 家裡的在施工哦 可能會比較頻繁的出 模組影片 好不好 那個 後面的部分可能就是會比較有點感啊 那希望大家可以盡量哦 那我也希望就是我們這個施工可以快點弄好 弄好之後我就有更多的時間拍攝 好不好 謝謝大家啦 我們下一集呢 方舟進化重生再見 等一下再見 拜拜